头戴VR装置仿佛置身反送中抗争现场 文化部长李永德透过实境游戏 感受和港警对峙的紧张气氛 香港反送中运动周年图像展 汇集港台韩等国的艺术家创作 在香港反送中周年之际 回顾这场历史性的民主抗争 充分感受到在当时香港 在整个国家暴力的树杀气氛之下 那么香港的朋友尤其是年轻人 他们这个等于说抗议的精神 那么非常的坚定非常的勇敢 那么当然也感受到抗争之后 那么感受到香港朋友的无力感 所以更坚定我们 一定要向中国say no 上百幅作品诉说香港街头的真实故事 展区仿造香港联农墙 让民众一进展场就像置身抗争现场 策展人汇集总共66位艺术家作品 让世人有机会回望当时的香港 尤其近日港版国安法生效 这段抗争是否成为觉想 无人可知 这些创作者没有一个拒绝我 因为我们本来没有想到有这么多人 就是我做了一些备案 我把名单稍微拉长了一点 避免有人无法参与 可是在过程中 没有人拒绝我 一个都没有 然后甚至有香港的创作者跟我说 我们是一定要参与的 因为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展览了 谁知道哪天 这些都会变成叛国的罪证呢 我刚刚在那边翻了一本小册子 然后它里面就是有一些人 就是遮住了他的眼睛的那个图片 然后看到了那一创 那是有点眼光翻面 就是会想到之前 就是他们发生的事情这样子 根据学者统计 光是2019年6月到11月 就有300万名港人参与反送中运动 超过万人以上的游行 高达50场 这样的规模引起国际关注 台湾更成为香港的强大后援会 如今香港命运充满未知 留下历史见证的艺术创作 显得更加珍贵 中央社记者吴升红张雅婷 台北报道